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陆夫人翻身记第三十三集 阴阳怪气的陆毅 惊吓骑着自己精挑细选的小良居 奋力地追赶着,却发现始终都追不上陆毅那匹劳斯莱斯 她撇着小嘴暗暗不服气,自己这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根本不是实力不足 杨月看着香焊淋漓的惊吓 关切地说道,夏爷,你慢点,要不先吃一个果子解解渴 今夏瞥了一眼红彤彤的苹果,眸色间亮了一下 问道,你从哪里弄来的? 她这一路,并没有发现苹果树呀 我知道你喜欢吃水果,特意帮你带的,快尝尝 杨月轻轻一抛,将苹果扔给了今夏 今夏拿过苹果 用衣袖擦了擦,刚想咬一口 见杨月一脸真诚地看着自己 心中有所动容,从怀中拿出匕首,一切为二 分给了杨月一半 这对小知己不再快马加鞭 逐渐地放慢了脚步 一边吃着苹果,一边慢悠悠地跟在马车后面 一边砍着大山 放弃追赶那个你追赶不上的人 今夏只觉得豁然开朗 眸色间所到之处也开阔许多 今夏骑着自己的小吉普 走在宽阔的管道之上 踏踏的马蹄声悦耳动听 惊吓望着道路两侧翠绿匆匆地从树林 感受着这林间新鲜的空气 感慨道,没有环境污染就是好 这空气都格外地新鲜 夏爷,你在说什么呢? 杨月眉风微醋,不解地问道 哦,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当下的空气新鲜 呼吸都觉得畅快 还有呀,你看路边的树木多么的茂密 遮挡住这炎炎烈日,让人都轻快许多 杨月顺着今夏的手指望去 困惑地挠了挠头,这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如此平常的事情 为何夏爷会觉得惊讶呢? 莫非是夏爷被困在陆家别院太久了 对这世间万物皆不了解了吗? 想到这里,杨月一脸同情地看着今夏 心底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对她好些 她的人生太不容易了 当然,杨月哪里知道 在今夏的世界,高科技的快速发展 环境被污染,能源被破坏 哪里还能看见这般自然风景呢? 眼前的景象,对今夏而言 那便是稀缺的独特风景 别有一番韵味在心间 两人跟在队伍的后面 一路嘻嘻哈哈,说个不停 不像是来查案的,反而像是旅游观光的 在这山林间,今夏心中的阴霾不翼而飞 整个人都欢托许多 直到午时,队伍停下来安盈扎寨休息 惊吓的笑容,方才慢慢收回 她跳下马,揉了揉酸疼的腿 坐在石头上,抱怨着 骑马真的是太累了 这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 可惜那几辆马车了 装得皆是俗物 哼,累 我看你倒是惬意得很 路易瞥了一眼惊吓,冷嘲热讽地说着 大人何出此言? 哪里惬意了 这一路着急赶路 明明很累的 今夏搭拉着头 唯唯曲曲地说着 你这一路 又吃又喝的 知道是出公差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是养猪的呢 路易一副欠揍的模样看着今夏 言语间竟是挑衅 今夏紧紧握起了双拳 气鼓鼓地看着路易 不悦地说道 大人莫非是嫉妒我 你有什么地方值得我嫉妒的 长个脑袋除了吃就是吃 你照照你那张脸圆得跟个苹果似的 你才跟个苹果似的 今夏望着路易离开的背影挥舞着自己的小拳头 忍不住翻了两个白眼 可恶的路易一路美好的心情皆被他打破了 想着他酸里酸气的话 今夏不得不怀疑 他就是恼怒自己能吃到苹果 而他什么都吃不到 哼 谁叫他的下属不贴心呢 那个层服 黑着脸 除了干粮 还能知道戴什么 那个米玉 嬉皮笑脸的 一看也是一个不中用的 谁叫他瞧不上杨月 只派给了自己 现在知道了吧 杨月才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夏爷 吃点饼 我特意为你准备的春饼 想谁谁变道 看着杨月 从他的百宝箱中拿出了一张饼 递给自己 今夏越发得意起来 大杨 你真的是太贴心了 这饼比那个胡饼好吃太多 他一边吃着美食 一边翘着两只小脚 享受着这午后阳光 所赐予的温暖时光 不得不说 今夏的适应能力 那是无人能及 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 他都能够找到一块舒服的净土 努力让幸福包裹着自己 无亲无故的他 仿佛已经习惯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来宽慰自己 貌似唯有这样 才能够让他感受活着的幸福